捡了个宝 李长寿还未来得及吐了个槽 云霄的那双眸子 就泛起了少许星光 云霄仿佛在说怎的又是道友 问询他 为何又会跟多宝师兄搭上关系 还会被多宝师兄 一把抓来此地 两位仙子又见面了 李长寿虽有些措手不及 却也知 不能让结教大佬们 对自己生戏 对着云霄和穷霄做了个道一 言道 此事也是曲折离奇 还请容我稍后细细言说 云霄轻轻汗手 目光总归是流露出几分温柔 倒是某不配 拥有出场描写的穷霄哼了声 言道 你谁啊 咱们见过吗 稍等 稍等 李长寿干大的一笑 在袖中摸出了一只指道人 化作了海神专用的老神仙模样 这句中年道者相貌的指道人 化作指人模样 钻入了老神仙的袖口中 李长寿又做了个道一 口称 仙子物怪 一旁多宝道人 顿时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李长寿的指人 云霄也是露出几分笑意 倒是穷霄一手扶额 嘴角轻轻抽搐 又是你这个喜欢半老的小家伙 怎么 多宝道人笑道 你们都认识 穷霄哼了声 回道 海神与我三仙岛可是熟人 我们兄妹四人 也得了海神不少关照 大姐还为她亲自守关十二年 大师兄 你说我们认识不认识 守关十二年 或 多宝道人的那双大眼 瞬间贼亮 三妹 莫要这般言说 云霄柔声道 海神道友与我兄妹四人 颇有缘法 得了海神道友关照 也是实情 咱们去下面说吧 莫要让众位同门久等 善 多宝道人点头答应了一声 李长寿道 那晚辈这就告 嘿 告啥告 多宝道人立刻出手 直接向前拉住了李长寿 这指道人的胳膊 尝个你跑个什么 来都来了 怎么也要一同热闹一番 再有 那燃灯副教主 万一在路上埋伏你 你法力不足 灵宝不够 这化身如何应对 走走走 下去喝喝茶 吃吃酒 频道还有这般多套路 想跟你详细言谈 等酒宝贩族你再告辞 刚好云霄师妹在这 让他送你回天庭 也不必怕了那燃灯 李长寿看向云霄仙子 却见云霄仙子韩笑点头 他也不好继续推辞 于是做了个道医 跟在多宝道人身后 与云霄 穷霄一同 出了岛上的云雾 朝下方 结叫众仙儿去 一番寒暄问候 几声笑语答疑 往来迎去 皆是笑脸 满座各处 尽是仙音 结叫仙人们 确实是随心随意 多宝道人 要跟李长寿常谈 李长寿就被安排在了 此地婚宴的主桌 还是在多宝道人 身侧的座位 另一侧就是云霄娘娘 这若是产交的宴会 李长寿辈分不足 主桌都上不得 他们刚刚入座 李长寿就听一声 略带惊喜的传声 教主哥哥 此前不是说是忙 李长寿扭头看去 却见自家二教主 敖椅 正站在大殿角落中 敖椅立刻就要向前来 但一见李长寿 这一桌所作之人 又不由顿住脚步 气场太强 令隆隆声味 李长寿传声道 与多宝前辈偶然遇到了 被拉到了此处 稍后 我去找你和弟妹虚化 敖椅答应一声 低头回了自己座位 与江丝尔摇耳朵 低声说了几句 江丝尔也扭头看来 尿目中满是赞叹 今日喜宴的两位主角 那不重要 此时已是走完了结道旅的仪式 那对结成道旅的结教仙人 向前来时 多宝道人自秀中 掏出了三四件后天灵宝 作为贺喜之礼 李长寿也不能失了礼数 在秀中取出了两瓶灵丹 人叫善恋丹的好处 也得到了体现 本来在李长寿看来 不算出众的四品 五品灵丹 在结教仙眼中 也算一份不清之礼 送上贺礼 吃喜宴 也就变得多了几分底气 但李长寿坐在多宝道人 与云霄仙子中间 当真有些拘束 也不敢动筷子 只是含笑坐在那 如泥塑一般 突听传声入耳 左侧云霄仙子问道 道友 这是怎么回事 右侧多宝道人也问 长庚你跟云霄师妹 是怎么回事 大概 这就是大佬的默契吧 李长寿先回云霄仙子 言道 我寻宝时 意外遇到了多宝前辈 而后又遇到了 那燃灯副教主 此事解释起来 也颇为复杂 随后 又回多宝道人 前辈您莫要误会 我与云霄仙子 有过几次交集罢了 云霄传声道 不急 你且慢慢说来 另一侧的多宝道人 表面不动声色 暗中一阵倾笑 有几次交集 不尽然吧 评到刚才可是嗅到了 云霄师妹见了你之后 可不只是神情有所变化 自身道运都变得如水般温柔 她自身的味道都变了 怎么 你莫不是还嫌弃云霄师妹 朱仙四见了解一下 朱 朱仙 李长寿心底 跑过一只只鸿蒙巨兽 什么鬼 结叫上上下下 都怕云霄仙子 找不到道旅吗 像云霄仙子这般 如诗如画如道而生的存在 道旅二字 不是在侮辱他吗 李长寿吐槽都来不及 已是开始左右传声 尤其是 跟这般高手言谈 每一句话 都要细细思量 斟酌怕引起误会 怕言谈失度 这若是谈的一件事 也就罢了 多宝道人这边 拉着他疯狂八卦 云霄则是细细问询 有关今日燃灯与多宝之事 不多时 穷霄在旁又来凑了个热闹 问他这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新路子 还让李长寿跟云霄仙子 说说情 让他跟碧霄门外出活动活动 这与操控指导人完全不同 李长寿不过片刻 就感觉心神疲倦 差点就炸了 还好 云霄及时发现了 李长寿的异样 感觉李长寿 会自己化时较慢 还会多恩 这个 这般表示 正在思索的言语 云霄柔声问 可是多宝师兄 也在与你传声 唉 不错 为何不与我说一声 云霄轻声道 你先应着多宝师兄 勿要轻慢了 你我稍后再谈便是 李长寿心底一暖 对云霄仙子到了声线 开始专心 与多宝传声 侃侃而谈 半日后 夜幕星辰 空海无痕 一朵白云自海上飞过 在这两道身影 朝渡仙门方向而去 云霄仙子是知晓 李长寿底细的 此前出金敖岛时 驾云带李长寿 朝天亭而去 但半路又折向了东圣神州 路上 李长寿也是毫无隐瞒 言说自己得了福西前辈指点 去那处山谷寻宝 意外撞见了多宝道人 在多宝道人的关怀和帮助下 取到了两枚小小的铜钱 随后那燃灯赶到 多宝带自己在土洞躲藏 一路追到了金敖岛上 这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其一 李长寿并未主动算计多宝 其二 从李长寿这个后知者的角度而言 这落宝铜钱 若是被燃灯得去 最终吃亏的 还是结教 云霄听罢 略微思索 便道 此事倒也怪不得你 那燃灯副教主 当真有些过分 你这只道人之法 也可突破金仙境了吗 这般对你实力 倒是大有增益 但为你贺喜 唉 怎么了 没事没事 就是想到了此前被天罚 李长寿悠悠一叹 我现在倒是在想 自己怕不是得了天道老爷的关爱 杜杰遭天罚 炼丹至宝也遭天罚 批的 我是皮开肉战 但稳妥起见 还是只能感恩感念 呵 这般似有还无的轻笑声 李长寿不由看向云霄 却见云霄鸣嘴轻笑 那一刹那 兴芒映在他白雨无暇的肌肤上 可 因果因果 淡定淡定 李长寿心底竖起了一只红色木牌 立刻收敛心神 保持古井无波的心境 与云霄仙子继续笑谈 云雾迷蒙间 山水相依连 李长寿从未觉得 金敖岛离这杜仙门能这么近 这才说了几百句话的功夫 已是到了杜仙门山门附近 云霄看着那护山大镇 问道 可用我送你入镇 不用 不用 我用指道人接一下就好了 李长寿做了个道医 多谢仙子送我这一程 云霄略微欠身 言道 那我这边回三仙岛修行了 仙子慢走 嗯 当下 云霄仙子驾云转身而去 身影不过转眼 就消失在了璀璨星辰之下 李长寿落向下方密林 随后施展其土盾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因果 该怎么斩 落宝铜钱 定海神针 大雨至水图 相思宝树 五行灵珠 地下密室中 李长寿清点自己最近所得重宝时 也有些满足感 自身实力 得到了较大的充实 不过 五行灵珠是要用在小穷风核心大阵上的 虽然这五颗宝珠合成一套 可勉强算作先天灵宝及宝物 用在此处有些浪费 但换个角度考虑 这也给小穷风今后的发展之路 增加了更高的可能性 毕竟小穷风流浪计划 只是初级阶段 终极形态应该是类似于翻天印的杂人板砖 以及固若金汤的可移动洞府 大宇至水图乃是海神专属 这也算是今后金仙境指道人的重大底牌 定海神针不用提了 自己也不能跟一只猴抢掏耳烧 这铁棒命中注定就是要去东海 自己想办法把上面的功德之力搞出来就是了 真正能用的便是落宝铜钱 将两只铜钱拿在手中 李长寿仔细打量着 铜板之上应有的字迹 纹路 此时都有些模糊 用手指轻轻蹭几下 发现这层类似于包浆的东西 其实是俗世的浊气 今年累月凝成 正如多宝道人所言 只需要用自身功德运养 就可让磁宝重现光辉 李长寿沉饮几声 决定先吻一吻 等下次去给圣人老爷上香后 带去天庭用功德祭练 按理说 蓝灯应该不会再有感应 但以防万一 师兄 单房外传来灵鹅柔柔的呼喊声 守在单房中的指导人 立刻站起身来 对灵鹅招呼道 按我指引 施展画形术 由此处小孔进入其中 好 灵鹅不假思索地 答应了一声 依言照做 很快 地下密室的木门 被轻轻推开 灵鹅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此地各处 迈着轻盈的步子 跳了进来 师兄 怎么了吗 李长寿笑道 你渡劫在即 有些事也该对你言说了 当下 木门关上 李长寿在面前一点 一只圈椅出现在了 书桌后 灵鹅款款来 虽也是平日里那淡淡的妆容 但可能是因为临近度节的原因 她浑身散发着四幻四针之感 接下来这段时间 李长寿不会在东奔西走 将会专心陪在师妹身旁 祝她顺利度节飞仙 若是能有飞升之势 那也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 这般也不能强求 灵鹅 你对咱们人教了解多少 灵鹅眨眨眼 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 白皙的脸蛋上 莫名多了些红玉 提到人教 那必然是道履之风 她咬了咬下唇 小声问 师兄 这里是不是很隐蔽 不会被人探查到呀 不错 这里是小穷风阵法围起来之地 现如今阵法不断升级 哪怕普通金仙 若不拆开这座山 也寻不到此处 灵鹅翘脸顿时红透了 抿着嘴唇 头顶又有白雾泛滥的趋势 也不知心底想到了什么 李长寿默默地拿出了 两套石板与刻刀 一套放到了灵鹅面前 一套放在了自己身前 来吧 今日为兄在外 也做了些不稳妥之事 刚好与你一同受罚 每人四千五百遍 可 灵鹅气息一颤 楚楚可怜地 看着自家师兄 微微区区递道了句 师兄 我自罚的那些 加起来只剩九百多遍了 我需要写九千遍 细细 师兄 我帮你写一半 嗯 记得把九百一起加上 我写四千五 你写五千四 开始吧 灵鹅顿时泪眼婆娑 李长寿却是眯眼轻笑 已是低头拿起刻刀 开始了细细刻画 专心写 念头集中 物要多想 我会帮你提升一次到机 多给你增加半分把握 那师兄 你可不可以把自己身上的那些遮掩法术去掉啊 这次可以 下不为例 李长寿点点头 散掉了身上的几重竖法 你可不可以把自己身上的遮掩法术去掉啊 我可以把自己身上的遮掩法术去掉啊